藏地去他们喇嘛他们吃 你们都能接受啊 他们他们吃肉你们怎么可以接受呢 你到泰国去和尚也都吃啊 什么都吃啊 他们也挣得果味的人啊 曾经从藏地回来的 一位师徒太太住的蛮久的 他给我从藏地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说这是法王 法王已经去世了 这是法王切牛肉的一把刀给我 他说很有加持 我要拿一把刀切肉来吃 给你们 你们说有加持吗 刀哦 小刀哦 我那小刀现在还在 他说这法王切牛肉的 他有加持 可是在那里是有加持 拿到这里来 我看那个保 切牛肉的还有加持 那杀生那凶器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里面认识的空间不同 知识不一样 体积也都不同 这里就有差别啊 你比如说这是一张纸 一张纸 这个 这边跟这边 距离比较远 这就是空间 这空间两点吧 我要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这两点不就在一起了 它就变成这个 圆形的 这个物体跟这个物体 本来是一个东西啊 一张纸 然后我把它卷成这样子 这种物体就发生变化了 可是它是一个东西啊 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认识的世界 同样一个世界 同样一个世界 但是角度不一样 它调整了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变化 就发生变化 就是说你有修行和没有修行 正果位没正果位 这里面就不一样 所以说同样 居在一个处所 感觉自然就不同 这是什么原因 纬度空间不一样 这样能理解吗 这样能弥拜吗 通过修行 你就能弥拜这个道理 所以说 同期净土这里面有分等级 怎么会不会等级 认识不同 境界不同 有需要方便的人自己去 中途不休息 有人早早就来 十一点多就来占位子 我的天 这个耗耀 听法的耗耀心可加 它一定会有利 无论的道路没的 还可以看伪扎这个 是不是这样 等着一直等到等下四点 憋得不行了 不行自己去 这是讲的同居净土 同样居在净土 这里面果位不一样 方便有遗土 第二种叫方便有遗土 这里是指的是 断通 它叫做断通货 通货就是断贱货和私货 他舍分断生死 有变异生死在 分断生死 有了 像我们这一生完了 然后再一生投胎 这样叫分断生死 它的分断生死不用了 变异生死 慢慢的断无名 然后破城杀货 断无名货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刺滴 但是它还有烦恼在 叫有余 方便有余 有余是还有烦恼存在的意思 那么这样呢 还在慢慢的修行 这一类人跟同居净土 他说来他也在同居净当中的 只是他的断除烦恼的 城市不同而已 那么第三种的 施暴无障碍净土 这就是指的是纯属菩萨 没有二成了 他破无名货 人法性指的是三贤十胜的人 这是使得死报钻沿图 所以说 先要破相 破一切相 而显一切信 但是在没有破相之前的 我们都执着种种相 相传先去掉 因为我们就执着嘛 先说要破相 真正的悟到这个体性以后 能够见到实报钻沿图 就是佛的报身 报身 一般我们凡夫众生是看不见的 你想 这个观经里面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有多大呢 有多大的 我们念阿弥陀佛身经社 相好光明 吴德伦 白豪婉转 五须弥 他这样的一个行物 就是观经里面讲的 讲的 弥陀 弥陀的报身 他的眼睛就像五座西弥山 他的眉毛像五座西弥山那么大 五座西弥山 一座西弥山到底有多大 我们的想象不出来 你的观想就很困难 那是报身 你必须要证得法身大事 他才能够见到报身佛的庄严 才能见到 因为法身大事 他自己已经证得庄严的身 百节修相好 佛菩萨都在修相好 他已经非常相好 然后他跟佛想比 他还差很远 所以说他有一个取舍心 继续往前 去追求圆满的身体 那么长济光净土指的是法信徒 是活所居住 他究竟圆满 无有烦恼 无有无名 所居的净土 这四种净土 这四种净土 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的 不离我们当下这一念心 所以一念 天台讲的一念三千 那就居足使法界 这一念心居足使法界 就是说你起恶心 起贪心 起撑心等等 很可能是三徒的心 你起善心 救度众生之心 想成佛之心 那就就是圣人的果位 果报 所以说这个心里面都具足 这四种净土 告诉我们都在众生的心念当中所具足 好 这个大体这一整段下来 无非讲这么一个道理 大家把书翻下去 翻到十四页 开没开 要往上快一点 对不对 第五个问题 问 既净费 隆通 层层极乐 何说不免以费 刚才讲了净土说 仕途都是在众生的心念当中 静和会可以通融的 就是不清净当中有清净 他说 这个所有世界 为什么就这么 五着恶事不清净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回答说 凡夫越感 寂静而回 佛言所观 几会接近 启示家报敬而过会 他这里讲 凡夫因为有意 我们看到 所有一些的都是不好的 不圆满 不清净的 这简单的说 如果说你把心态调整好 什么都是好的 心态调整好 怎么讲呢 你比如说 有一些出家 没出家 他一心一意想出家 一心一意想出家 出家干嘛呢 出家都好啊 好修行啊 出了家以后 他又觉得种种不顺心 这样不顺 那样不顺 住在寺庙 有种种苦恼 这个世界住不了 我换一个地方 这个住不了 又换个一个地方 换来换去 他还是依然苦恼 古德博士讲过 随意而安 心安 这道容 心不安 你住在哪个地方 都不安 这就调整你的心态 你心态调好了 哪里都很好 然后你住在一个地方 经常跟人家吵架 喝不来呀 干嘛 你住在哪里吗 古德博士的别女众 就得也干嘛 你住在哪里 女众啊 人家比喻说 女众啊 她的爆发力非常大 女众爆发力 她说要让她爆发出来 相当于爱因斯坦 挺厉害的 她说要抓狂 女众要抓紧狂来呀 比那个什么呢 脏毛还要厉害 是不是这样 但是女人的心 都要调柔 她调柔起来 跟水一样 女人心很柔 她很细 观察得很细 她考虑得很细 然后那看的问题也很多 彼此不合 如果说 哪个师傅身边 有多几个女居是走动了 另外一波女居是肯定要说话 你看看 师傅就是这样 师傅你看到没有 现在又不喜欢我们了 跟那一般人走了 是不是 然后过几天 师傅又有几个皈依弟子 也是女的来皈依了 然后她说你看 师傅又有一般人了 又跟她了 我们没钱了 哎呀 两眼没这年 咱们去呀 有没有 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咱们没人 给人看我去 师傅不差人 有吗 男人一般不会这样讲的 男人说那 师傅跟我们缘不够 我们继续修吧 对不对 女人就不会这样说缘不够 你看 师傅就喜欢这样 师傅喜欢新的 不喜欢我们这些旧的了 小师傅 你 只会 我这样讲不来 但是福定华讲 小师傅 小师傅 这句话好像很好用 恰如其分讲到那个点赞去 真有那么回事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喜欢这样讲吧 讲一下他很过瘾 他跟另外一波人那么讲 如果有人说 不会吧 师父都这样 他不是在护法局势 不一样的 现在好事都找他 干活少地搞卫生都找我们 找你了 我个人就叫你 你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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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 麻烦了 师父和其度化众生的方法不一样 那些人他要用这种方法去度他 你已经进门了 你要多培养福报 培持福报 你多做一点 师父其实爱护你 哪里是这样 你怎么理解 我们该死啊 苦力活动我们该 好茶都他们喝 师父还讲有道理 度他们这样子 本来就这样 他们该进门 要以礼相待 佛门常常常有这样的公望 如果是帝王将相来 庙里布施通禅 会怎么开小门 开小门 如果是一个雇佣工的 长工过去 就是农民工之类的 要布施往往会开大门 干嘛呢 他们的音众心很强 音众心很强 谁说要迎接他这样 然后呢 翻译句话说 有一些人帝王将相来的 要开大门 一般来的开小门 为什么 那些人他对佛教弘养的 有一定的帮助 要高大善的接待 他觉得很好 因为这些人呢 我慢比较重啊 我慢比较重 觉得他自己有地位 有钱 怎么样 失误先以正样 以礼相待 那些人他已经不需要那样 他觉得布施做功德 自己的事情呢 用不着那么啰嗦 直接给 名字都不用记 有一些他刚进佛门啊 我慢供高怎么样 先要这样接待他 让他进入佛门 他或许对佛门 有一点帮助 要这样对待 所以说 居士们呢 你到寺庙去 师父见你 或者不见你 你都怎么样 随缘翻译就对了 不要生诚恨行 师父我去 从来都不见我了 一个招呼都不打 你这种人呢 要跟你打 你就没完啦 师父今天见我了 我好高兴哦 然后跟天下人去 说去 哎呀 师父今天单独 跟我说话 然后外面 师父跟你说什么 不告诉你 完了 完了 这师父就变心了 是不是这样 哎呀 那有些御士哥呀 以前给我发信息 我以前回他一个 拿天下人看 师父我回信息了 回信息了 我以后再不回你 你这个人呢 好心回你一下嘛 你不至于嘛 那别人认为说 我跟你有关系 啥是关系啊 其实啥关系也没有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啥是没有 你误认为了 你误认为 啊 法师哥我要挺好的 他跟满天下人去讲 法师哥我好得很哦 好啥嘛 谁给你好了 我那么无聊啊 对吧 我就觉得说 你挺坚强的嘛 好心好意 跟你说一句话 然后你就没完 拿着鸡毛当令箭 是不是 这是我之我见 我之我见 所以说修行 一定要把这个情直先去掉 情直先去掉 我们就是秉着情直去做事 去处理 这就是我之 恰恰相反 佛教叫对之我之 我之就是烦恼的根本了 起言在哪里 就是我之我见 情直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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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行就是很大的障碍 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好修行 根本原因在哪里 那有人说 我修着修着 怎么有退啦 修不散去啦 又如何这般呢 原因在哪里 情直太深 我之太深 你没有一路去做 一直去做就对了嘛 所以贵在坚持啊 我常常就试个字 老实坚持 你老实坚持去做 老老实实 不要做虚假的 装模做样子 有居士到庙里去做事情 然后他说 我们这么做法师 有没有看见啊 你说干嘛 看见又怎么样 你做给谁看啊 你是来为佛门做 去陪福报 消夜葬的嘛 来成这样嘛 你们到哪庙里 去做什么事情 当家事 有没有看见 我们在做什么 我说你这辛苦不辛苦啊 所以这样就是情直 情直太深 以法不相依 这是根本烦恼所在 根本烦恼所在 所以先把它慢慢淡化 去掉断除一下子不可能 怎么样 淡化 淡化 去做就对了 记得没 见也好 不见也好 对吧 一定要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居士 他心中有苦 有事的 没地方可说 往往会找出家人 倾诉说一下子 出家人觉得他 比较可靠 去说 其实说得很无聊的事情 也很无奈 出家人觉得挺无奈的 被他们说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老公婆合不来 他找出家人去说 出家人也没有办法 去调节你们之间的事情 偶尔说一下就好 你那种人会告诉你 车步路就人会 我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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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吗 还是你们自己去调节 自己去调节 我们没有办法 他就问你说 我应该送什么经啊 送什么咒啊 念个倒霉咒呗 自己去调节诸位 所以说佛法是干嘛的 那是转迷起悟的 开发我们智慧的 你学的佛法要有智慧 他不是念个什么东西 就把那个东西解决掉 你想想看 你们两口子能够酸在一起 能够酸在一起 那是过气式的意念 这么多的茫茫大海中 你们两个怎么就碰在一起 当时也喜欢得很 可不可以 好啊我喜欢他 哎呦好好 我找到了 你一看就可以啊 一介绍 怎么就介绍这个不行 介绍那个不行 最后那个一介绍就成了 都是过去式的一月阴月圆 你们捆在一起 人呢捆在一起 他就有很多问题啊 生活在一起就很多问题 不要说你们两口子 整天一起吃饭 整天一起睡觉 一起在那个 那个小小的家里面 我们寺院那么大 疗房没有在一起 只是隔壁而已 都合不来啊 又要说到女众 女众谈长有这样的事情 哼 他不说话也不骂 哼 哼 真是很累啊 甩呀甩东西呀 甩脸盆 丢咖蹄 丢咖蹄 不懂吗那种 吵架 都是好心出家 诸位 我们出家中 今天这么多 都是好心出家 后面还有很多居士 想出家 都在想出家 出家不简单 不容易诸位 为什么 出家他是人 他只是出家人 他还是人 是人 他是 要吃饭 要住饭 要穿衣 他有很多烦恼 所在 他这个东西 不解决 其实跟你们 有头发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他只是放在一种 环境而已 是这个时候 你不调整自己 住在寺院里 其实是很糟糕的 到岁数 大的人出家 大的 岁数还比较大的 那习气 毛病 种的个要死 从小出家 会好一点 中年出家 说不好听 叫半路出家 习气 重得很 放不下 种种事情 习气 毛病 比谁都重 经常跟人家 怎么隔阂 你都出家了 你想干嘛 主委 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出家了 家都不要了 头都剃掉了 在家人几个头发 湿在那卷来卷去 他有得搞啊 你都没得搞了呀 你半个月 就把他剃的 正光 正亮 你还在搞什么 拿这个 弄那个 整个庙搞的呢 鸡浅不宁 整天吵架 这一点点都放不下 你出家干嘛 你想想看 出家干嘛 出家不都在修行吗 对吧 这头发师都不要了 世间的所有的都不要了 你还在整理 有意思吗 庙里给别人的 还锁个房间放在那里 你要给别人了 这个房间我不能给你 你带着其乐世界去 他就带着沿罗湾那里去 你这个身体 你都带不走啊 身体你都带不走 你带走什么 你来的时候不是吃手空前来的吗 光溜溜一丝不挂 来了 走了呢 最多给你穿一身走 你又怎么样 想要什么 刚刚说过年 明天就二夜出一了 时间快不快啊 上了年龄的人说 没有说不快 真快啊 生命一天一天 就这么减这么减 就没了 你还执着这个时间 都执着什么东西 要这个要那个的目的干嘛 寺院搞这个搞那个 目的干嘛 所谓搞钱 钱弄那不干嘛呢 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赶紧 修行了赶紧念佛 在家居士 没有办法家眷所累 他必须要完成义务 去做完 告诉你 在家居士 你世间的事情做了 差不多完了就完了 你不要理得管得太多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你理得太多 对你也是影响很大 你不是要修行吗 为什么修行得不善去啊 我之太重 我之太重 情之太深 你去不了 你去不了 原因在这儿 明白这个道理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你刚才听我讲 觉得有一点道理 这个摔得挺重的 脑子清红 乌扬 这帕里乌扬 我都不客气的 有一个人听我讲的 讲的光盘啊 他给我写的一个很长的信 他说唯独你敢讲那样的话 他说我敢讲 什么话都敢讲 我讲的比较真直接 哎呀 你们好好哦 来听我的话 哎呀 你们都是菩萨哦 你们都是再来的 好吗 都是防烦恼恼 我也是防烦恼恼 在座的我估计是 相当一部分的 是防烦恼恼 跟我一样 防烦恼恼 有没有 没有点头的 都是没有烦恼的 少数点头是有烦恼 没有点头的时候 哪里 我有什么烦恼 我啥烦恼都没有 是不是这样 这有烦恼 怎么样去解决烦恼 如实的修行 先犯下 既然出家了 我告诉你 真的要犯下 这个犯不下 那个犯不下 但是有一些要 承担责任 我们要离其承担责任 护持佛法的 这个呢 怎么样 一无反顾 当起如来假业 要去做 没有人做 佛法的庄严 没有人去维持 必须去做的 当个轻重 你就好好当轻重 把行修好 寺院维持好 那就完了 所以这里讲呢 众生的业 各自不同 众生的业不同 所以说 凡乎众生的业货 本来清净的东西 你就变成 无畏不康的东西了 所以寂静而会 佛颜所看 以佛的智慧去观察的 既是很脏的地方 大家都是清净 所以说 释迦的果报 不是你看得不清净的 佛在讲 《维摩结经》的时候 他讲的十方国土 传自成佛的国土 都是庄严清净 施利弗起一个念头说 那十方国土 都是清净的 唯独释迦佛 你的说不世界 怎么这么不好呢 佛立马把这个 搅换下来 按在地上 让他看 他显神通给他看 他说 我的世界是如此庄严 他说 你看的世界是不好的 他是 实际我看的世界 是清净庄严的 这就是 施利弗 信受 所以说 佛不在的境界是清净的 不是不清净 下面又问 问约第六个问题 寒色无语 寒色无语 无信唯心之大 寒色就是 敬和会都包含在内 唯心净土 如此之大 圆龙无碍 唯信唯心之妙 唯心真的管大无比 唯心之妙 奈何 善致迷勤 未离惠业 这无心 无唯心之妙 何有净 那你这么说 本来是包含的 一切都包含 净位都在 我们当下 这一念心当中 那么 情之又如指之身 迷勤呢 迷惑颠倒 情之又没离 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 清净的呢 回答说 心够土够 心净土净 唯摩皆经营 遇得净土 当净其心 随其心净 这佛土净 为净其心 则为舍 净土之修法 呼吁 舍净土之修法 他无能也 怎么才能够达到清净呢 这里告诉说 舍了净土的修法 没有其他的办法 意思说 只有修净土 你才能够达到 你的心清净 道理说的没错 我们心记住一切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 这样的一种境界呢 达到心清净呢 心烦恼 就是因为不修行 心烦恼 烦恼恼啊 坐立不安啊 这样那样的 种种放不下的原因 在哪里呢 您看破是看破 没有幻想 没有去修行 如果真正去修行 就没有这些问题 所在 那么告诉我说 修净土 直接了大能达到 下面就第七个问题 说 净土修法 其想 可得文夫 那净土怎么修啊 怎么修 才能够达到呢 这底下这个问呢 问的就是比较多 内容比较多 我们也只是大意 跟大家讲一下 净土无修 修因 你请 所谓净土 本来就在那里 无所谓修不修的 就好像我们的心地一样 我们的心地 妙明真性 本来就在那里 所以 佛在 法言经里面讲 大地众生 绝聚如来 智慧得相 本来修足 只因妄想执着 所不能证得 因为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本来就在那里 跟佛一样的 所以净土本来没有讲 可修可造的 那么修是因为 有名 法无高下 高下有根 一切法平等 当然 禅法也好 密法也好 修净土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平等 法无高下 你不能说 这个法特别好 那么是对众生根性 那净土法门 它是普射的 一般人 一般人都能修 那么修其他的 一般人修不来 你比如打坐 常常打坐 首先你腿子 先是腿子能扛得起来 修止光 只有个次第 那一般人 也没有办法去做 你唱公案 唱话头等等 这个都 它不是所有的根性 它法是好 不是 所有人都能适应 那么修密法 它要上密相应 身口意要相应 主要念咒 心要观想 手要结印 摇灵等等 它都要相应 不是 后期这个 弘扬的 也有一些问题 但这只是 善巧方便 不能说都有问题 善巧方便而已 比如说 摇那个传经轮 它说摇一个 摇一遍 就等于 把藏经读一遍 好好 这么好的事情 那张经 把它扔到大海去 我摇那个就完了 摇一遍 就读一遍 这么好的事情 我拿战经干嘛 还读情 读那么辛苦 早晚垫去睡觉 我摇一遍 早就念完了 你们还在念的办事 庙战总是 不动尊 念念念念念 念啥 那是方便说 密宗很多里面 咒语 它说贴在门上里 你从那里走过去 就永不堕 三恶道 你信吗 你本来说不信啊 那主持人说 佛里面都这么讲啊 那个福都贴在那里 就永不堕 三恶道 哇 太好了 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好 干嘛呢 你就牵你那个房门那里 你一牵它 多少回那里走 我们就怕 堕三恶道 所以说才修行 不堕三恶道 怕啥 永不堕三恶道 那就不要怕了 那就整天在那走吧 所以说那是方便而已 咒语不可思议的功德所在 当时你照业 你照业 你还要得下 这是方便说法而已 所以说法无高下 但是这与善巧方便 不同而已 那么众生根性 根性有高下 根有多数 修分多类 根基有种种差别 根基有种种差别 就是 根有多数 数就是不同 修那分成多类 有这样修 有那样修的不同呢 是其多类 总有三门 哪三门呢 一观想二 一念三 重行 就看看你要修哪一种 有这三种 修法 接一极乐弥陀 以为之主 那么这里讲修净土 法门 你看如何显净土啊 那告诉多 那么这都是 以弥陀而修的 有三种 先是观想 先讲是观想 观想这里指的是 如观经云 诸佛如来 四法界生 路一切众生 心想中 四顾如等 心想佛时 四心 即是三之二相 八十随好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诸佛正边 至海 从心想身 四顾应丹 一心 系念 地光 彼佛 这句原话 出在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里面 就是为迪西问佛 问佛 如何修行 如何观及了世界呢 佛讲这一句话 这句话 其实是通一切经典的 通一切法门的 诸佛如来 是法界生 法性为生 法界为生 法界就是有分 是法界和理法 这里当然指的是理法界 意思是诸佛的体性 这个体性的法界 路众生心想中 众生心当中的佛性 以佛的法界性 是完全相同 相同 所以这样呢 佛的法界生 就在众生的心想当中 所以说呢 事故如在心想佛时 我们在观想佛的时候 观想佛怎么观想 先从佛的应生 或者报生 三十二相 八十 随行好观起 这观想有点困难啊 有点困难 观的观的就会出偏差 我们观的观的就会出偏差 你把它请一张佛像 看着看 看着看着就佛像 好像就不像佛像了 会啊 会这样 看着看着看着就看着 其他线就出来了 它比较难 这就是一个比对的修法 比对的修法而已 你和早期的会员大师 他是依波尔的 依波尔念佛 依实相念佛 能念所念 了不可得 这一般人修不了 所以到了后期的上导大师 道座大师 唐伦大师 他们提倡 持民念佛 这样来的 我们想佛的时候 佛的形象就到我们的心当中来 大家 大家做一个试验 你想你母亲的时候 你的母亲是不是在你的脑海当中 现出一个影像 是不是这样 你想你妈妈 我从小没见过我妈 我妈早就去世了 那你跟你比较熟悉的人 你想他 想他是不是 那个形象 模型就在你心中 就是观想 是这么一个 观佛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心中自然显现这种 先从形象 我们众生都是有相的 有执着的 有把握的 我们总是要有个把握 有个抓的东西 不是想这个 就是想那个 是这样 抓的抓的不犯 那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要修行 我告诉你 你要修行 先抓的这个东西 我要犯下来 犯不下来怎么办 转移 先转移 转移光佛 要把你当个头头死活不犯 当个头头死活不犯 当个庙里的住持啦 当个什么长之类的啦 灵长啦 什么啦 他就不犯 哇哇就你来说 死活不犯 这个不犯就很麻烦啦 你把他换下来 换下来 转移 这么观想 观佛 观佛的功德 观佛的向好 你心想佛的时候 心自然献起佛像 这是八字 所以说 四心做佛 四心是佛 四心能够做佛 因为你观想佛 你就是佛 所以苏东坡 苏东坡跟佛应常师 他们在那里对话的时候 他问佛应常师 他说你看我像什么 他说我看你像一尊佛 佛应常师说 我看你像一尊佛 然后苏东坡有一条坎他 我看你就是一堆粪 他说我看你就是一堆大便 坐在那里 然后他回去 苏东坡回去跟他家人说 他说我今天总算 把这个佛应常师给扁了 他说你怎么说 他说我问他 你看我像什么 他说看我像佛 然后我看他那像个粪 他家人说 你善诞了 你亏了 为什么 你心中充满的大便 看一切都成大便 他心中有佛 看一切人都是佛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烦恼心去看待一切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好 如果说你心情好 即使今天很冷 很冻 大家跑来 11点多就跑来 心情好 去听法去 高兴 听懂听不懂再说了 心情好 他也不觉得冷 你要到你朋友那里去聚会 冷的个钥匙 你就敢忘业 是不是这样 这是心情 心境的转放 至关重要 至于说 这个观佛 观想 所以 是心 由这个观想而能做佛 为什么呢 是心就是佛 是心是佛 我们心中有佛 心中是佛 前面一个是心做佛 心是因为观想而能做佛 因为心 内心充满的佛 所以说你要跟别人去争恨 看那个人不高兴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先生气 对不对 你脑气鼓起来 那个人还不知道 你看 我看见他 我就狠气 是不是这样 我看见他 我就狠脑 然后呢 那个人还没感觉 你自己的先脑烧起来啊 是不是这样 先烧起来 然后把火烧给他 你自己已经烧完了 就是心的调整 心的转放 至关重要 你把它观成佛 他等着他这菩萨再来 他在考验我 他在度化我呢 我得感谢他 你怎么样 他也没事 你也没事 他在度化我呢 他现种种像 所以说佛经里面讲 善知识有两种 一种是正面的 一种是反面的 他现种种像给你看 那是反面的善知识 让你了解 世间原来是这样 让你到夜增长 这修行不一定在很顺的当中 很逆境当中 你能够过得去 那修行更快 往往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观想 至关重要 你观一切人都是 因为我们很难啊 观一些人 那个仇恨 那个对我很可恨的人 我怎么能把它观成佛的 我就把它观成修罗 观成罗诈 你这么观 你内心就是罗诈 你内心就是修罗 你要把它观成佛 你心翻起 哎呀恭敬他 哎呀长不清不散 哎呀你们这样来都可以成佛 他远远去拜人家 那人家说 你这是瞎说什么呀 你瞎受计 能拿砖头去扔他 他远远的躲开 他还去拜他 哎呀你这样来可以成佛 我应该恭敬你 我不敢去恭敬我们 这个事情不是你学的来 你装模作样 你装一诗可以 你装一诗很难 他修这个法门 要藏不清 他可以 我们偶尔可以 你坐在佛堂那里光佛可以 你出了佛堂你就不行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你生死能做主吗 你出了佛堂你就做不了主 见到种种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会生气烦恼 诸佛菩萨不会的 他不舍众生 众生即使造种种意 他都能不舍众生 为什么 悲心的流露 他自然而然会去度 他就要做无缘的大悲 没有条件的 他都要去度他 想尽办法去度他 他就是悲心推死是这样 那我们去帮助别人 往往要有一点什么条件 你对我好 我搬你可以啊 我搬你你对我不好 我下以后就不搬你了 是不是这样 很难啊 就说很多人受菩萨戒 蛮喜欢他 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 菩萨戒你要发菩萨心啊 菩萨心是什么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要度发众生 无条件的悲心起来 持心起来 去度发他 打你杀你都可以 然后你要去度发他 哪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不安复众生 诸位 这是很难啊 你要吹吹牛可以啊 吹牛可以 说都大道理 谁都会说 但是实际要去做 一点一滴去做 很难 很难 我们没达到那个境界 所以说怎么样 凡夫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念佛就对了 这就告诉我 心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诸佛正变之海 从心想身 你看见吗 有人说 他那想的一想天开 那能能想得出来吗 从观想起 从观想 观想就是转化 心内心的转换 慢慢的转换 转变 它就会起这么一个作用 哪怕一天 有那么几分钟时间 得转换 转换 观佛 想佛 思念佛 想往生 这样的思念 你心念就慢慢能够 转变过来 所以说这点 四个 因当一心 系念 光 彼佛 光 阿弥陀佛 你观佛 其实世界佛你也没见过 你怎么观 他只能观佛像 观经典里面所描述的 那样 去观想 观经里面讲的 观 报身佛 一般观不起来 后来说观应身佛 藏六 观藏六 身 去观想 哪怕你拿一尊小佛像 在那里 在那里观想 佛的庄严 时时内心 献起这种像 庄严像起来 你内心就自然 转眼 这样 修的修的 告诉你 这就能够消业 这消业 为什么 心念转散 不是说 我发多少钱 去买多少功德 请多少人 跟你诵经 不是这样的 那只是用 善巧方便而已 不是功德能买的 都是从内心的转变 一念 一念 一刹那 一刹那 的转变 心能转变 就能消业 这是观经里面讲的 你能够这样观 能灭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样你的相貌 就会改变 你的情绪 就可以改变 就是这样 常常这样观想 我 比如说 我对着大家 我心情会很好的 但是我讲完了 回去你们找我 我会很怕 你不要找我 行不行 求你了 祖先 但一个一个找 很多问题 我决结不了 你这问我 我这很烦 那今天有两个老巫山 刚剃的头 老巫山 他说我这不知不觉 我在居士林剃的头了 剃的头了 现在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办 我想想 我说你去到哪里 你该干嘛干嘛去 谁叫你剃的 你找谁去嘛 后来我就干脆跑了 我就冷了要死 我就在讲堂里面 转圈哪跑啊 这是我没办法解决 你具体的问题啊 你只能说 谁帮你替你找谁 是不是这样 问我怎么样啊 又怎么 我又岁数大了 哎 顶安点 是不是这样 再关一下 不是所有时间 都能关得起来的 不是所有时间 都能关起来的 所以我在这里 心情会很好的 跟大家互动 大家能听啊 然后呢 我再讲讲可以 然后我回去 你们一个一个来找我 我有什么事情的 我说我自己决不了啊 你能不能不找我 求求你了 祖先啊 所以说你一天 有那么几分钟 一段时间去调整 只能是这样 只能慢慢地调整了 然后我的怪皮信 也是中国这么调整 调整会变得好得很多 以前他们都说 我会骂人 我都没办法 有事情 你找我干嘛 只能是很凶 你才有办法 我跟你很好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